慕言争议,李嘉奔祖坟遭检局烂账,云县补证实农地未农用。 李嘉奔祖坟道路崩塌,传出风水会影响韩国瑜正途后,云县补现场信箱723早上,又接到民众匿名检举,指控李嘉奔祖坟涉行烂账。 政府相关单位继三日查查结果,确定李嘉奔祖坟位于都市计划区内,是李嘉向水利会承租的农地,李嘉奔祖坟涉于西元2000年,是用坟墓设置管理条例旧法,私人坟墓报经公所主管机关后,依法可核准营账。 但是李嘉当时并会向公所申请,西元2002年,兵杖管理条例更新后,私有土地急不准土葬。 县府与政公所等单位,暂定8月1号会砍李嘉主本,并含文水利会查处。 李嘉向水利会承租该农地,行之有年,最近一次续约是在去年1月1号,租赁期限至西元2023年底,县府农业处则指出,都市计划区内的农地必须农用。 且依西元2020年,兵杖管理条例新法,不论农地或私人土地全都进涨。 但李嘉主本土地是水利会与李嘉租赁关系,县府会尊重地主水利会的主张。 若有人结局违规使用,县府财务金水利会列管全案,请水利会诸约大席后,不要再续约。